2007年4月16日巴黎时间18时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巴黎开幕 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主持的开幕是 最后一共带了600多件展品 这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 第一次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普黄一郎到场致辞 开幕是后专场舞台表演汇集了先后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中国项目 包括昆曲 古琴 蒙古族长调民歌 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 像这位老大爷他就是一个民间艺人 一族海菜枪名歌 泉州提线木偶 洞族大哥等一批入选 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优秀作品 也参加了会演 我今年有15岁 会讲话就开始写上歌 剧统计到开幕式现场参观并观看演出的观众超过1800人 本次文化遗产节的活动将持续5天 于4月20日闭幕 风华卫视罗号 巴黎报道